对于每天照顾宝宝的家长来说,很少有家长会仔细观察宝宝的尿尿,宝妈们你可别小看宝宝的一套尿,其实宝宝的尿液里面却隐藏着重要的健康信号,也就是说,宝宝身体存在某些问题,会通过五颜六色的尿液表现出来。 宝妈们一定要注意,宝宝正常的尿液是无色透明或淡黄色,在空气中放置一会儿后,会有些许沉淀,并且宝宝在排尿过程中,无任何不适感。 宝妈们注意,当宝宝出现一下其中异常的尿液,提示宝宝的身体可能存在健康问题。 黄色尿液,有时宝宝出现尿黄偏少的情况,这种情况,大多可以通过增加液体摄入进行改变。 还有一种是病理性的,多有尿路感染引起,如果宝宝补充液体后无改善,在拍尿时出现哭闹等,应及时带宝宝看医生。 浓茶色,这种尿液常见于严重的形身狂打。 红色尿液,有时宝宝服用一些药物会引起血尿,当宝宝出现灭尿系统疾病如尿路感染,结尸也会表现为血尿。 白色尿液,宝宝的尿尿如果呈现乳白色,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,这一般属正常的生理现象,如果是乳白色浓尿,则有可能存在感染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